竹开怎么了 竹开不是早都跟兄弟们说过了吗 竹开的话在赛季中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离开了 已经离开了 只不过那时候命而不发 因为竹开承担押运会主教练的职责 不想产生不好的影响明白吧 但是在赛季中的时候就已经开了 你看你们两人 一个是问下赛季力不首发吗 一个下赛季老公 有可能回来吗 这就是咱们的两个选项 你觉得哪个可能性大一点 可能说很多就像道贤许秀 都只是在咱们的一银阶段 都还在歪歪阶段的兄弟 还没到转回期呢 等转回期了再说了 现在我已经歪了两套阵容 比较我心中 我心中现在最赞成的两套阵容 是比较合理的 咱们能有出手的 能买到的人 我给兄弟们 很多兄弟不知道 我给兄弟们再汇报一下 我歪歪的第一套阵容 那就不用说了 阿乐 许秀 歪魄 这个爷府就不用说 然后第二套YY阵容 上单 KIN 中单 许秀 ADC Live 这是YY的两套 我觉得都搭配的非常合理 从队员的属性上来说 搭配的非常合理 我觉得不管哪一套成都无敌了 明年就有冲冠的实力了 KIN搭那个Live比较香一点 就是厂上不要放 就简单来说 厂上不要放两个不稳定因素 那没办法 中单 中单你不掏秀神 左右手你掏不到 其他中单又不行 知道吧 那没办法的 所以最关键问题就是秀神 有秀神都好大 懂我意思吗 因为中单你知道的 好中单就能掰着指头就能搁几个 对不对 左右又不是咱们能染指的 只有秀还有染指的气费 那好多年没夺冠了 那盛强哥以前也没夺过冠呀 盛强哥打得好不好呀 就不相信没 下一个冠军一定是夺冠的人嘛 夺过冠的人嘛 那你要知道夺过冠的人是要努力第二冠 那比第一冠还难好吧 只要是正确的人就有夺冠的机会 第一次夺冠比第二次夺冠可难多了 不能光迷信冠军成员呀 要迷信有心气的 知道吧 有心气只在夺冠之人 拼钱也真够了 该目标冠军的 该都离开了还说啥呢 熬啥鸡汤呢 我们现在想的是别人 先看世界赛吧 看世界赛 我跟你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世界赛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